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this is Summer Hi guys, this is Blair,欢迎大家收听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Summer,上次我们不是聊了Pad这个词吗 你有印象吗 Yeah,讲过还挺多次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表示姨妈金 比如说sanitary pad 还可以表示变迁本 大家常用这个iPad 可不就是在Pad前面加上一个字母i 没错 关键就是这个iPad 我们一般翻译为平板电脑嘛 然后很多同学一说到平板电脑 不管是不是苹果的平板都说成iPad 这个就像是我们用iPhone专制手机一样 其实不是,对吧 那这个iPad它是专制苹果的平板电脑 OK, so then here comes a question 如果是其他品牌的平板 那英文要怎么说呢? 而且不只是平板啊 各种类型的电脑 像笔记本、台式、一体机 分别要怎么说呢? Well,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podcast Yeah, that'll be very informative 首先是平板电脑 其实很简单啊 一个词就可以表达 Tablet T-A-B-L-E-T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音 很多同学呢会读成Tablet No,它的中音在第一个音节 Tablet 然后字母一在这里是发一个刷的音 对,Tablet 那这个单词的含义还比较多啊 首先呢它可以表示 A small round solid piece of medicine that you swallow 表示药片或是骗剂 比如现在我每天都很健康 每天吃维生素 那种维生素片啊 英文名的就是Vetamine Tablet Right Tablet also means a small portable computer that accepts input directly on its screen Rather than via a keyboard or a mouse 这个诗意里面很多关键词哦 首先第一个是 Portable computer 就表示便携式的电脑 Portable 表示便携的 轻便的 对 然后这个便携式电脑呢 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输入 而不是用键盘和鼠标 那可不就是平板了吗 Yeah, exactly So tablets are somewhat of a cross between smartphones and laptops 这个很对啊 所以说平板电脑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是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 混合体 Cross 这里就是用作一个名词了 Meaning a mixture of two different things 表示混合物 或者说混合体 对 它的固定搭配呢是 a cross between A and B 就我上次喝了一杯 巧克力味的 咖啡啊 The drink tastes like a cross between coffee and hot chocolate 听上去还蛮好喝的耶 所以大家记住啊 平板电脑有个专用表达 tablet Yes 那除了平板 还有各种各样类型的电脑嘛 我们可以先来说说笔记本电脑啊 So you can say a laptop computer or a notebook computer Exactly 或者就直接说 laptop or notebook 首先 laptop l-a-p-t-o-p So a laptop or a laptop computer is a small portable computer 对 这个词啊 laptop 其实非常形象啊 lab就表示大腿 top 表示表面上面 那可以放在大腿上面的电脑 可不就是笔记本电脑吗 对 确实是非常的形象啊 然后这个notebook 就更好理解了 像我们平常也会说 我买了个笔记本 我借下你的笔记本 那英文就可以直接说 notebook 对 那跟这个笔记本电脑 对应的就是台式电脑了 英文也很简单 就是desktop computer 或者你可以直接说desktop 那这个台式机 一般会分为显示器和主机嘛 那这两个要怎么表达呢 我觉得简单的是这个显示器 这个更常用一点啊 用的是呢 monitor M-O-N-I-T-O-R So a monitor is a screen which is used to display certain kinds of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on a computer it's a main unit 主要的部件 用的平板电脑 英文是tablet computer 我更喜欢用键盘 我更喜欢用键盘和鼠标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键盘 鼠标的英文表达吧 是不是想到加油儿女 因为是我爱音乐 然后呢也play keyboard 所以这个play keyboard 难道是玩键盘吗 好像也翻译不通对吧 那我们知道这个play 其实呢可以表示演奏 对 然后keyboard 它还可以表示 an electronic musical instrument that has keys like a piano that can make to play in different styles or to sound like different instruments 就表示键盘式的这种电子乐器 比如小时候我爸妈就给我买电子琴 真的是学过两年啊 英文呢就是叫做keyboard 然后还有这个鼠标 鼠标就很简单了啊 mouse 就是老鼠那个单词 不过我也真的是很疑惑啊 这个名字是怎么取得来的 你就看这个鼠标长得像什么 是不是像一个小小的老鼠 然后因为现在都是无线的嘛 但是之前的鼠标都是有线的 就更像一个老鼠啊 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了 所以就一直叫做mouse OK 原来叫mouse是因为长得真的像mouse啊 我还以为有啥高深的含义呢 那没有啊 叫这个名字就是很形象 也很好记 所以呢就这么一直用下来了 OK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 各种跟电脑相关的英文表达啊 大家赶紧在评论区分享 你学习到的内容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提音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That's all for today's podcast And this is Blair This is Summer See you next time Bye